冷言咒 冷言咒功效有六个 以精进修行 冷言经上有提到冷言咒功效 其中之一就是 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 未得戒者令其得戒 未精进者令得精进 无智慧者令得智慧 不清净者素得清净 不持斋戒自成斋戒 二能灭重罪 经上一提及 重破戒罪无问轻重 一时消灭 纵经饮酒 十淡五心 种种不敬 一切诸佛菩萨 金刚天仙鬼神 不将为过 设者不敬破壁衣服 一行一住 西同清净 纵不作坛 不入道场 不行道 送持此咒 孩童入坛 行道功德 若造五逆无见重罪 吉诸比丘比丘尼 四七八七 送此咒 已如是重业 犹如猛风吹散沙巨蜜 皆灭除 更无毫发 也就是说 无论轻重戒罪 在诵读冷言咒之后 皆可消灭三物无生人 从无量无数节来 所有一切轻重罪障 从前世来未及忏悔 若能读诵书写此咒 身上带池 若安住处庄宅圆馆 如是鸡叶 由汤消雪不久 皆得物无生人 这是经上所言 读诵书写冷言咒的另一个功效 四消灾解冤 前心送持冷言咒 可以使得灾账不轻 可振恶心不管是诸魔鬼神 就业陈寨 都不会影响到持送冷言咒的人 无与佛相伴 经常读诵书写携带冷言咒者 十方如来的所有功德 都会回向给你 因此这群修行者 常与诸佛于同一处 因此可得大功德六 远离毒害 冷言经上有提到 火不能烧水 不能溺 大毒小毒所不能害 如是乃至龙天鬼神 惊其磨媚 所有恶咒皆不能助 心得正受 也就是说 把冷言咒随身携带的话 是可以远离毒害 不被水火毒物恶咒所伤